大部分录剧都是小说改编而来 像是在暴雪时分偷偷藏不住 长约尽名都是 这些改编剧有些小说本身就是超级大IP 有些则是因为剧本太成功 才被大家数字 近期陆网仪统计出影视化录剧原著小说收藏量 收藏量可以反映出一部小说的人气高低 以下是Top10榜单 在暴雪时分没进前世 牙舞营第五冠军是他 近三年原著小说人气超高改编录剧 Top8天才基本法 小说收藏量44.4万 天才基本法根据长尔同名小说改编 这部剧当初热播是让原著小说粉丝欺诈了 因为魔改被书迷骂上微博热搜 他把主线剧情大改 角色设定大改 基本上除了保留人民之外 其他和小说毫无干系 原本是一个热血探讨数学的高能悬疑故事 剧版却变得爱情线之重 还硬加了三角恋剧情 天才基本法原著小说 在豆板上高达8.5分 而剧版整个故事内核 利益都不一样了 女主角林昭熙对数学的热爱简单 变成了完成任务式的穿越 男主角培植的家庭背景全改 角色设定还黑化 让树迷看了心塞 平心而论 若是没有看过小说 单看电视剧其实还可以 近三年原著小说人气超高 改编录剧 Top7 白色橄榄树 小说收藏量52.3万 白色橄榄树改编自九月系的小说 九月系是近年相当热门的小说作者 他的作品一步步被影视化 像是羊羊 我的人间烟火 电影 少年的你 接下来除了这部白色橄榄树 还有都是剧 你比星光美丽 找来徐凯和谭孙韵主演 每一部都是人气明星 每一部都不缺话题 白色橄榄树是九月系的作品中 人气相当高的一部 在近江文学网的收藏量 达52.3万呢 剧版找来陈真远 梁杰主演 都是很擅长甜宠剧的演员 搭起来应该会有火花 故事讲述 女记者宋然 在动荡的东国采访时 突遇危险 索性被爆破工程师 李赞相救 然而一场爆炸 将这份刚萌生的感情 划上了休止符 回国后 两人在机缘巧合下重逢 再次治愈彼此 近三年 原著小说人气超高 改编录剧 Top6 行汉灿烂 月生沧海 小说收藏量 59.5万 行汉灿烂改编自 关心则乱的小说 行汉灿烂 性身至灾 和赵丽颖的知否 是同一个作者 关心则乱很幸运 她的两部小说 被影视化都很成功 行汉灿烂原著是 穿越小说 剧版拿掉了这点 并做了蛮多的改编 行汉灿烂小说原著中 穿越来的成少商 是逻辑满份的李克生 但剧版的成少商 更加娇憨可爱 如小恶魔般 偶尔会使坏 而林不宜剧版 则比小说 有人情味多了 小说中 林不宜更冷血 更杀法果断 但剧版在 无来的诠释下 林不宜对外霸气 对内柔情 而导演拍摄手法 大气有质感 是被书粉肯定的 小说改编剧 近三年 原著小说 人气超高 改编录剧 Top5 以爱为营 小说收藏量 79.8万 以爱为营改编 自人气小说 错聊 错聊在京江文学网 拥有79.8万的收藏量 人气非常高 而当初宣布 由白鲁和王河滴 两位人气明星搭档时 疯狂罢评热搜 剧名都无比期待 可惜 最终以爱为营 剧版质感不佳 以爱为营 是财经记者 错聊霸道总裁的故事 剧版热度相当高 但他吐气的浮化道 导演的魔鬼运镜 都被网友疯狂吐槽 以爱为营 豆瓣仅4.3分 是2023年 最低分的录剧之一 近三年 原著小说人气超高 改编录剧 Top4 长月静明 小说收藏量 91.2万 长月静明 改编自 藤罗为之的小说 黑月光 拿稳B剧本 原著小说 也是个知名大IP 讲述 为了拯救 被魔神谭台静 统治的四周三近 黎素素 化身叶家小女儿 叶希武 回到500年前 阻止谭台静的故事 长月静明 原著小说收藏量 高达91.2万 而剧把更是火爆 长月静明 龙依西加白鹿 这对古装神颜CP 实在是太厉害了 热播期间 讨论声量爆棚 主演 甜甜罢品热搜 而长月静明 已被不少平台认证 是2023上半年的暴剧 在中国优酷站 开播仅29小时 热度就破万 创下优酷记录 网播量冲破28亿 近三年 原著小说 人气超高 改编录剧 Top3 永夜星河 小说收藏量 94.8万 永夜星河 是2024年 很受瞩目的 古装奇幻剧 改编自热门小说 黑莲花攻略手册 原著是 穿书的设定 讲述女大学生 林妙妙 偶然穿进狗鞋 循环小说 变成她最讨厌的 炮灰女三 铃鱼 结果被迫完成狗鞋任务 挑拨男女主角关系 攻略心狠手辣的 并教黑莲花男二 沐生 结果黑莲花男二 却反倒在意其他 这种穿梭梗 在小说界很流行 在古装剧中 则还算新鲜 而永夜星河 和《蒼烂觉》一样 由恒星引力团队制作 都是东方奇幻风格 角色人设 造型都非常适合 虞书星和定语系 而且这部剧配角都是高颜值 朱绪丹 陈都灵 钟心童 徐海桥 虞朦龙 一字排开都是俊男美女 应该能期待一下 近三年 原著小说人气超高 改变录剧 Top2 白日梦我 小说收藏量 127.2万 白日梦我 改编自七件同名小说 原著小说收藏量 高达127.2万呢 比《长月静明》 在暴雪时分都还高 但剧版却影视化得很失败 不仅热度低 剧评也差 白日梦我 挨红魔改 演员选角不贴脸 而且剧版把主角人设 整个大改 偏离了小说 白日梦我 小说男主角 是个温柔酷拽笑霸 又脾又帅 而剧版男主角周毅然 去年凭借甜宠剧 《当我飞奔向你》 窜起 他在《当我飞奔向你》 演活了学霸男神 但白日梦我被认为 完全没有演出 脾帅笑霸的感觉 女主角小说里 是个令人惊艳的美女 演员庄达菲 从颜值到演技 都被批评 书粉骂翻了 近三年 原著小说人气超高 改编录剧Top1 偷偷藏不住 小说收藏量176.7万 冠军是偷偷藏不住 这部填宠剧 由主以同名小说改编 小说在近江文学网的人气 高得惊人 长期霸榜 通常如果小说收藏量 冲上百万 就已经算是大IP了 而向主以的 偷偷藏不住 男哄 原著小说收藏量 都已经冲破160万大关 非常受欢迎 所以当初确认影视化后 立刻爆上微博热搜 选角备受关注 偷偷藏不住 公认影视化相当成功 赵露丝把罗莉丧志 演得乖猛可爱 而陈志远 掩活了人间妖孽 段佳许 两人超强的CP火花 吸引了不少剧迷 磕风头 聚火之后 又一次带动小说人气 甚至最近主以 另一部小说南虎 以公开选角 也是立刻冲上微博热搜 关注度相当高 最近热播的 在爆雪时分 小说收藏量意外不高呢 在爆雪时分 改编自人气作家 莫保非保的小说 原著收藏量为29.3万 而莫保非保之前的 周深如故 和一生一世系列 人气爆棚 这两部剧 改编自莫保非保的小说 一生一世美人谷 收藏量为22.1万 也没有想象中高